二十一屆 第三次定期會 今天是進入到第五會次 一場內的初期代表已達法定人數 公所客室主管也列席會議 請會議主席宣布開會 先鋒手各客室主管 還有我們代表會同仁 還有媒體先生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好 今天公所鄉長 他有請假 因為他本來是昨天下午要回來 昨天下午因為我們立島天氣不好 那個飛機沒有飛 向本會 鄉政總質詢 鄉長向我們本會請假 我們今天就 等一下 鄉政總質詢 看各位代表是 要不要限制時間 執行的時候 但是一個人是要 二十分鐘還是多 要不要限制時間 如果不要的話 就給每一位代表 就隨便你們去發言 請問鄉政總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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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沒有限制時間 我們現在 就開始鄉政總質詢 請各位代表多多發言 來 順大響 來 主席 來 鄉政總質詢 來 田代表 主席 各課是主管 大家早 代表 早 好 今天鄉鎮總執行 我來請問我們秘書 我們秘書財經課的部門 為了我們力道看便宜點 看人魚 我們今天可以說在花展觀光 已經在30年左右 在這個30年左右 對交通碼頭的這些問題都不足 都不足 我認為這個交通港 不要再跟我們秘港混在一起 要把我們的秘港 跟我們的交通港 我們力道 蘭嶼都一樣 要把它做了區隔 來做了真正的 我們力道的交通港 蘭嶼也一樣 因為我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在從我當民意代表以來 我們縣政府的這些補助款 都是交通部來補助的 建設的交通港 但是我們臺東縣政府 都是在我們 蘇爾旺 跟羅科長 他們在做的時候 都是一直很堅持 都是秘港 那我們現在說起來的秘港 那我們現在發展觀光 發展觀光是不是要有 這個交通港 這個交通港 是屬於 交通部 港務局 在管理的 那我們臺東縣政府 真正的 對我們兩個離島的 這種交通 兩個離島 是可以說在我們 台東縣 十六個鄉鎮 裡面的離島 兩個島嶼 可以說是 金珠寶島 為什麼 到今天 花廠觀光 都是三四多人 在這個環園裡面 那我們一個小小的 東港 小琉球 來比較 它的公共設施 非常得好 他們 每年的 人數呢 都超過 一百萬 人次 所以 我們 在我們 鄉公所 在我們 鄉民 跟我們 各位代表 的 這種 需求 發展觀光 大家 來努力 我們 我們必須要 有個 交通碼頭 你看 我們現在 這個 會員 的 這種 管理 非常的好 但是呢 在我們 護岡碼頭 就管理不好 為什麼呢 太很大 耳溫槍 兩槍 下去好像 最近 太陽最大的時候 都是涼了 都三十八度 四十度 這個遊客 這個鄉民 還要叫里克呢 在陰陽的時候 在陰陽的地方 我們呢 乘涼一下 再來 涼 所以 可以這樣說起來 那我們 立島的觀光啊 可以發展得起來嗎 我們 立島 就是要俗語 發展觀光 要請我們 縣政府呢 拿出 最有 關心 兩個 立島的觀光 在我們台東 下面 也更好 旅客來 可以住在我們台東 各民宿 各飯店 這種的環坑 是我們兩個 離島的 這個最好的 發展的 地方 好 所以呢 我現在呢 請我們 秘書 也是財經科長 來表態說我們鄉民呢 在這個需求的話題 請我們 秘書 來 表示一下 謝謝 好 主席 各位代表 各科室主管 大家好 剛才這個 田代表 所說的 所提的 這個議案 非常 有道理 而且也是鄉民所期待的 因為怎麼樣 交通船 你跟秘船 本來就是要七個 交通船 跟貨船 屬於一個港口 秘船 屬於一個港口 當然他的 出入 為了安全起見 應該要七個 所以請 這個是鄉民 以及遊客 多年來向公所緩應 陳情的 這個議案 所以 請相關單位 能夠儘速向上級 主管機關來爭取經費 好好的來規劃 這個交通船 移港 交通船的碼頭 跟這個移港 來使這個 我們的港口 能夠更便利 來處理一些 觀光的事情 謝謝 好 謝謝我們秘書 再來我就請問我們 民政課長 對人民的這種 發展觀光 在我們本鄉 很重視的 遊客來 在這種的意外 是非常的重要 在我們鄉民 所需的 也很重要 就是說 現在 在我們 這個 發展觀光 跟鄉民的需求 對這種 對這種 不好的 不好的 事件 發生 發生 那這種的處理呢 可以說 在我們 本鄉 滿多 滿多 鄉也有 遊客也有 這個意外呢 都非常的多 那這個 後送呢 都是 也是 今天我所談的呢 也是說 萬一 事件發生了 所以今天談的交通港 就是這個原因 要把我們 對 遊客 對鄉民 的這種 大提議啊 觀摩 這種 服務啊 可以說 是很重視的 所以今天我們提出來的 這種 交通碼頭 就是說 一定 要 對 交通部 航港局的 這種的 反應的聲音 請政府 中央 跟地方政府 就是我們台中縣政府 要來做了一個 很好的溝通 要怎麼樣來 發展的觀光 的事件 所以 這個 大概的 這 今年來的 這個 死亡力 死亡力 啊 本鄉的死亡力 遊客的死亡 的這種故事 很好的 這一種 事件呢 我們 更加 為了發展觀光 為了交通 要來特別 來 做些些 服務 好 請我們 會長 回覆一下 齁 好 主席 各位代表 還有本手同意 大家好 那個 本鄉去年 那個 有查 查掉那個 附贈的資料 然後在去年 108年度來講 本鄉死亡的人數是 28個人 然後今年 那個 1月到 到這個月 到今天為止是 總共是 12個人 死亡率 幾乎每一年都差不多 然後 因為有些 意外事件 那個是比較 難去評估 去 診斷 然後 關於那個 返鄉安以後送的機制 一般 都會 請那個 船營公司 來協助幫忙 再不行的話 就是 喔 利用那個 那個 海巡署的部門 協助 還有空巡部門 關於 謝謝 謝謝 我們科長 我再來請教我們 親切隊長 立島的熱赤 立島的熱赤 現在 處理 跟我們 台東縣政府 一直在 反應說 業者 都不 因熱赤 在 業者 從我們 台東縣政府 我們立島相公所 開始 在一百年 就在 陰營垃圾了 在兩家公司 大花 聚龍 在從 民國 一百年 就開始 來清理這個 垃圾了 我們台東縣政府 都一直在說 業者都不在 垃圾 那可以說 一百年到現在 一百零九年了 那這個垃圾 不知道 是誰了 硬了 在我們 現在我要 請問的我們的 清潔隊長 在從今年 花包 就 太清了 來 做這個清理 我前天呢 也跟我們 隊長 跟我們 太清的 現場 也去 探查 我們的垃圾場 處理得很好 好 我現在 我要問我們 清潔隊長呢 就是說 從太清 標 往後 那這兩家公司 可以說 到現在 已經 運了幾趟了 好 請我們 清潔隊長 回答一下 主席 各位代表 各位同盟 大家好 警潔隊 隊長報告 有關 連代表 所講的 我第一個 先感謝 我們台東縣 環保局 全力的在支持 綠島跟南嶺 這個垃圾外運的問題 所以暫時 在大會中 先提出 報告一下 有關 目前 垃圾場的外運 在從3月14號 簽約完以後 有 有 太清 這個公司 外運 由 船公司的話 是由 巨龍 巨龍 目前是巨龍 去年是 是大發 今年是巨龍 在協助外運 他的外運數 目前的話 每星期 每星期 一半 18包 太空包 那個18包 一頓 一頓 現在 目前去外運 六趟四 所以 現在目前的垃圾 從今年外運出去的 已經達到 108頓上下 這是可喜可厚的 也是 把綠島的垃圾 往外 現在是等待 台東的 洪化林 開用以後 這個垃圾 的外運 才能解決 不能都要經過 高雄 各方面 非常不方便 所以我也在這邊 提出說 有這個希望 在台東 這個洪化林 能開設 在這次報告 完畢 好 謝謝我們 群學隊長 再來就是 請我們 觀行客 對這個 立島的 發展觀光 人們的 反應 人們的 這種 感受 有哪一些的困難 請我們 這個 觀行客 對 接觸了 我們 這些業者 最近的 最近的 所以 在這一種 會員 這個影響 對我們 整個 立島的觀光 人潮 非常的 減少 要聽聽 我們 觀行客 科長 對人民的 反應的聲音 來說了一個 給我們 各位代表 來 做了一個 關心 請我們 科長 回答一下 主席 各位代表 大家好 觀行客長 林博文 像 各位代表 報告 108年度 跟109年度 就是 在今年的時候 受到這個 疫情的影響 在同期的時候 截止到 4月份 指 我們的觀光人數 是有 下降的一個趨勢 那整體來講 同期 就是到 4月底指的話 觀光客人數 減少的人數 將近要3萬人 這 第一個向 貴代表 報告 然後第二個部分 有關於交通 這個部分 其實 公所這裡 接觸到的 這個業者 他們 接觸到這個民眾 民眾 陳情的一個 情形 就是希望說 我們鄉民 這個港口的部分 希望可以 建設為一個交通港 它不是一個單純的一個漁港這樣子而已 因為交通港的話 它可以多元的可以去使用 這是鄉民 一直期待的 那以上 監論報告 好 謝謝科長 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 田代表 那個 還有 哪一位代表 歡迎 來 蘇代表 好 那我想 繼續 這個 延續 這個 代表的 這個議題 那我們 之前 代表會也提了一個案 就是希望我們 縣政府 盡速 來解決 我們綠島 這個 破運的 這個運能不足的問題 那我想請問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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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 國安請客還是 那個 那 縣政府 現在到底 處理的怎麼樣 是不是可以跟我們 報告一下 主席 主席 顧代表好 關於科長林波 有向 貴代表報告 就是 代表在 第六四零時會的時候 有財經類第五號案 貴代表提案 就是 建行台東縣政府 盡速解決綠島 這個貨輪運能不足的這個問題 以滿足綠島 居民跟商家 貨物運送的需求 那 這個案子的話 我們有 喊轉給台東縣政府 那 台東縣政府 有再喊轉給交通部 航港局 那 航港局 他是建議台東縣政府 做三件事情 第一個 爭取經費 擴建 這個港口 然後第二個 他 建請 縣政府同意 農村二號 靠國前來漁港 投入營運 那第三個 同意調整 綠島 航線的 會運費率 這是 交通部 航港局 他建議台東縣政府辦理的三件 以上 那 各位 代表跟公所的課長 好 你們了解一下 你們了解說 我們明明是建議 台東縣政府解決 那 台東縣政府呢 確保我們這個公文 踢給這個 航港局 好 那 到目前為止 我們這個運能 有沒有提升呢 請問一下科長 坦白說是沒有 非常好 我們的 貨輪的運能 還沒有提升 所以 剛才 科長你請坐 謝謝 從這邊呢 我們就可以慢慢的發現 中央單位 航港局 很明白的告訴縣政府 你要去擴建碼頭啦 你要去讓業者加入營運啦 但是縣政府做了什麼 縣政府 依然是 無動於衷啦 哪一顆山呢 那麼這樣子的態度 我覺得讓我們鄉民非常的失望 你知道要在離島生活 是多麼的不容易嗎 課長也好 各位代表也好 我們都是長期在這裡 知道這個 在這邊 就是要比別人 比在台灣各地 不方便 那這樣子的不方便 縣政府 還不去協助我們鄉民來解決 你看 航港局已經明白的告訴我們 然後從剛才的課長的 這個發言 跟代表的發言 我們每一個人都很清楚 港口要擴建 唯獨就是台東縣政府聽不到 不懂嗎 港口沒有擴建 離島的交通 離島的觀光 永遠不可能會好 這兩三個小孩也只會倒立 但是呢 我們的縣政府 縣政府有沒有跟我們回航 不知道各位代表 那個 這個穩的話 就是由他們韓傳的 韓傳沒有回航 所以到現在都還沒有回航 他們回穩的部分 就只有 他們的責任就對了 不是不是 他們韓付的話 就是說 很簡單 就是他們會爭取經費 參佐爭取經費辦理 就只有這樣而已 對 依然躺在那裡 科長你請坐 謝謝 所以呢 我是覺得說 整個 離島的運輸 整個離島的觀光 重中之重 就是在港口的建設 港口的設施 那我們綠島 將來要發展為 潛水天堂 世界級的觀光地區 沒有一個好的港口 沒有一個好的港口 你永遠把這個 綠島港 定位在漁港 三等漁港 然後就說 這個月數經費拮捷 沒有辦法 兩手一攤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 不負責任的 所以呢 我們在這裡要呼籲 台東縣政府 那也要呼籲 我們的縣議員 能夠聽到 我們這個地方的這個聲音 盡速去協助 把這個離島 這個貨運 運能不足的問題 趕快解決 那長遠的目標來講 就是要扣建碼頭 要建置交通港 建置觀光港 讓我們這個潛水天堂的 這一種目標願景 能夠有辦法去實施 那第二個問題呢 我聽說 我們台東縣政府 對於這個貨輪運輸的 這個方向 是要用公共財的方式 那這個公共財的方式 各位這個公所的主管 不知道 對這個公共財的這種 標售方式 不知道了不了解 各位有人了解嗎 都不知道 那我是這樣子 我在想啦 他的意思就是說 以後我們貨輪的航線 由縣政府來標 夾、儀、丙、丁 每一個業者 你都可以來標 那標就是怎麼樣 一定就是 價格高的人得標嘛 是不是 那這樣子呢 站在本期的立場 我們就會很擔心 擔心什麼 擔心將來的 綠島的運費 就會節節的上升 我們鄉民的負擔 就會日益的加重 為什麼呢 因為他用高昂的權利金 去取得這個 經營權 當然 他就要從運費上去反應 所以我認為 這個縣政府的這個 公共財的這個方向 是完全錯誤 完全不可行 將來一定會造成 鄉民的這種重擔 我覺得 縣政府應該要開大門走大陸 盡速的去爭取港口的建制 開放營運 讓所有願意來這個航線營運的業者 你們都來參加 在自由公平的競爭下 我相信運費自然 運能也會提升 運費也會降低 這個方向呢 我覺得才是將來 可長可遠的一個方向 不是現在 像我們這個縣政府講的 要用公共財的方式 要用招標的方式 來去解決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會非常的質疑 他這個 處理這個 封印這個問題的這種做法 我們希望 他要開大門走大路 做長遠的這個打算 這樣子呢 我想 我們將來在這裡的生活 才會越來越方便 才會越來越輕鬆 以上做這樣子的這個建議 好 謝謝謝謝我們副代表 還有代表歡迎 來 您代表總發言 主席 各科主辦 還有我們這個 鄭大方鄭大哥 還有我們的文科大哥 還有我們代表的 董寧 大家好 今天我們是總結束了 台中我聽所有的 所說的 都是真有理 來 第二點我先要邀請 我們這個 十千戶長 跟我們的 這個 官戶長 你們兩個 要討 因為 先來總結束了 因為 為他們的建設 方便 要感謝他們 因為 怎麼說 因為 就這個 總結束呢 因為我們的 北市 會輸給我們這個 路面 這時候的康復 這兩個 想要在這個 代表呢 來感謝我們的 國長呢 我們 人家真的 替他們做得很好的 方便 也感謝我們香港所有團隊 大家都認真 請你們請坐 好 謝謝 來 台中所說的 這個 這個 我們的歷道 跟他們說 第一 本身的在十九階 為了這個 麵頭 包括 民生的時候 達人成立在這裡的時候 你看這個麵頭 設計後 從 提貨區 到這個 那時候災難 你知道嗎 買免費的 全都結結的 所以像這樣說 就像 我們跟我們一個 麵頭是一樣 跟我們這個 公共的麵頭 要分離嘛 是不是要分離 所以你看 包括呢 我們在十九階到現在 我們理解 今天這個縣政府 就是 你就是 就這樣而已 也還沒有開放 所以我們在 包括我們的 老婆 在我們十九階 你也去那邊吧 我們就 你也要去那邊 結果 那麼久了 馬上 所以我們不知道管夫 不知道 聽我聽不懂 我是不知道 這是我們在台會這樣說的 所以我覺得像這樣 那哪 因為你包括你的麵頭 一定要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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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那是 我們的市民的鋼口 這邊 我們就是客輪的鋼口 所以你包括呢 我們的提貨區 跟我們的理貨 都要分離 你不分離 你看 客輪 什麼市民 都在 你也不知道一家村 總裁 這間村 一家村 攜三百多的 兩家村跟六百的 六百的 我們會 在我們的 鋼口單純的人 一樣 也是要二家村的人 賺一千里人 你看這千里人 有 請說 那千里人 應該全部擁擠 所以 我們這個縣政府 屬於說 我們因為力度跟人数 我們會富剛 所以我們在這個台東關 就是我們這個歷道最重要的 要怎麼說呢 因為人來到台東七十七年 接近就是要去南村到歷道嘛 所以你一個交通買頭 到這個不分離有沒有 不分得開有沒有 算來這裡不算 做成人家來花這條錢沒意義了 台中要拉屎 對吧 所以這是我們縣市 我們要助長的方便 所以一定要分得開 所以台東我聽 各位我們的代表 會說的真的 大家呢 這是從我十九代 十九代喔 收費不收費 到現在還在手機 還是到現在也不用了 大家看 大家我們的台中 台中 我們這個新年貨船市 大家看 我們會看一看 你自己看 你看機車有的十七十八 電影到幾個 那個地方是我們買頭 收到裡面給他們看 你看看 你縣政份 如果有經緣 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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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擴建嘛 所以把他的客輪 跟我們的娛樂遺傳 都都刷過嘛 所以就不會造成這樣的方便 所以 所以你看看那個買頭 蓋子這麼好 不過真的沒錢 就停了 所以那時候 那時候 所以你的買頭也要注意一下 他要給他 八十五 到人家去買東西 好聽 這麼多 所以這就像 我們公開公開 公開公開 自立 到法庭官的公開 進了 買改善的 很多很多 像基本的買頭 和基調 這些都沒辦法解決 所以這像在我們這個台會 有 從這時候 我們就有 我們這個 政大部員 和我們的媒體在這裡 所以 這個 如果不安 不就改冠在這裡 你看人家 也完全在討論 整個要討論 對吧 這是重點 所以 可以說 可以說 今天 很積極的 來 大家 請請 我們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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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販倒桌 我們現在就是 你還可以補負責 因為這是屬於 我們這個 列島最重要的 南寮大街這座 您 進行到 這個 什麼程度方便 好 謝謝這個 林代表 所提的 這個 議案 這個案子 在於 我們經過多次的 爭執 與努力 今年度 我跟鄉長 去到 縣政府 已經開了兩次會了 也經過 台中縣政府 建設處 習處長 的那個 採檢 目前的狀況就是 向中央爭執的 有4億多 第一期 第一期的工程 現在就是要做 我們南寮 那個中寮的大宅院 到阿崗看好 這一段 擴建為10米計畫道路 第二期 就是接著南寮 南寮 上次我們所挖過的那個路面 就是建華區 池塘友宜到那個 海星飯店這一段 路面要重新鋪過 重新改善過 然後第三期就是外環道路 所以第一期第二期 已經都設在設計中了 那這兩個 這兩期所挖的這個土石荒 經過會議一個議決 將這兩處的這個土石荒 我們會堆置 就是在第三期 就是所說的替代方案替代道路 就是外環道 把它做個便道 這樣就是可以形成 今年度 今年度應該是差不多 6月12號 現在政府要來立島 這個召開公聽會 也討論就是徵收協議架構 這些土地的問題 在6月12號 在立島國中提倡 接下來可能就是 就是在6月中7月的時候 就會花包這裡的工程 然後順便 現在我們也在進行 就是外環道的個案 個案變更 就是它 你那個是都海岸線嘛 所以要變更為道路 所以這個兩方面 等於說兩個案子同時進行 所以這個盡快 今年度就是會第一期 第二期會順利的來花包 如果這個進行的順利的話 可能明年就會來處理外環道的事情 但是外環道的替代道路一定是在花包之後 實施第一期第二期的工程 我們就會順便做下去了 所以六請的進入是這樣 謝謝 謝謝 請客廳這麼做 所以我也感謝我們香港所有的團隊 為了我們地方的建設 在我們的管府 包括我要拜託 管府去中央土地的經費 來建設我們這個地方 所以呢 所以代表所說的 麻煩各位主管 大家把各位努力一下 謝謝 大家為主席謝謝 好謝謝 謝謝我們林代表 那我們現在休息十五鐘